祝敬 你看到香港观众这么认识 会不会有那种心情 不好意思 我们的采访需要教练统一 谢谢 谢谢 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 中国香港战的比赛 将于6月11日至6月16日举行 中国女排出征第三周中国香港战 中国女排赛程如下 6月11日20点30分 中国VS保加利亚 6月14日20点30分 中国VS德国 6月15日20点30分 中国VS土耳其 6月16日20点30分 中国VS波兰 最近中国女排在抵达香港之后 为吸引更多球迷关注到中国女排 关注到中国的体育事业 让更多年轻球员爱上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和当地主办方 举办了一次交流活动 在香港体育馆和香港中小学生们进行互动 除此之外 现场还安排一系列球员的签名会 包括朱婷 李莹莹 这些中国女排的主力球员 都全部出席 从这一点看得出来 香港当地组委会也非常希望 借着中国女排比赛的这股东风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喜欢上排球这一项运动 强身健体 从当天的活动可以看到 朱婷是中国女排这么多球员中 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很多年轻学生和粉丝都争抢着 想要和她合影 看起来非常激动 当然除此之外 中国女排其他年轻球员 同样获得不少粉丝的青睐 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女排在整个中国体坛 是非常出圈的 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这是非常骄傲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时活动结束后 朱婷走出场边 准备离场的时候 香港媒体还拉着朱婷 对她进行采访 结果尴尬的是 朱婷透露 整个球队 在接受外界采访的时候 必须得先经过教练组的同意 否则朱婷他们不敢随意接受媒体的采访 这个视频已经曝光之后 自然在外界引发不少争议 很多球迷质疑教练组 是不是对中国女排下了采访禁令了 朱婷他们想在赛前和媒体 分享下自己的心情 难道都不被允许吗 这次朱婷他们不方便接受媒体采访 确实是个很大的遗憾 毕竟很多球迷都想知道 朱婷最近的内心感受 以及接下来征战的计划 不过教练蔡冰要求球员 谨慎接受采访 其实也是行业默认的规则 是人之常情 包括CBA联赛也是如此 不管哪个球队的球员 接受媒体采访前 都要经过教练组的同意 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女排这些球员 会提前透露球队的战术思路 或者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影响球队团结 到头来有可能导致 中国女排在赛前遭遇到打击 所以说实话 虽然有些球迷并不理解 主教练蔡冰所做的决定 但是从战术角度出发来看 蔡冰要求朱婷 他们这么做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在这些基金里的决定 然后我们的决定 但是我们的决定